上总您好 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就是对我们大部分的普通人而言 AI就是听起来比较高大上的这个黑科技 所以首先想请您跟我们谈一谈 这个AI跟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 有什么样的这个联系和应用 非常感谢您这个问题 我想呢这个AI啊 现在已经逐渐走入到了 我们的生活当中啊 它已经开始我们说叫赋能百业了 那具体呢已经是在智慧的生活 智慧的商业 智慧城市和智能汽车等领域呢 已经是让我们能够看得见摸得着了 我举一些呢大家身边的一些例子啊 让大家能够感受到AI就在我们的身边 比如说呢 我们现在谈的最多就是复工复产 对吗 那如何去做大规模的人员流调啊 那如何去这个保障啊 大家防疫之后不松懈 是吧 能够这个安全有序的复工复产 那上当已经是将人工智能的一些技术 应用到了我们的这个复工复产环节当中 特别是在一些医院的场景 特别是在一些做核酸的场所 都有我们那些AI的这个服务在在做这些这个支持 那另外呢我们身边只要大家用任何一部智能手机 那这里边都有AI的技术 就可以看到就是人工智能的技术已经在影响每一部智能手机的使用 那再到我们说智能汽车 这个方面呢 我们看到内地的多个城市啊 已经发了无人驾驶汽车的一些商用的牌照 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呢 无人驾驶也很快会走入我们的生活当中 所以呢 人工智能应该讲是方方面面已经开始 并且深刻的影响我们的生活 那我们认为呢 首先这个它就像电一样啊 无处不在 但又处处复能啊 将来呢大家未必觉得人工智能是这个非常神秘的 更多来说呢 它就在我们身边 并且来说7乘24小时都和我们啊 在一起 这就是人工智能呢 现在已经进入到千家万户千行百业的一个时政 听完您的讲述就真的是 可能我们大家没有意识到 其实AI已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都有 就是有应用 其实我们平时每天每时每刻 可能都会有跟他们有这个接触啊 是的 另外我想问一下就是 我们商商科技是2014年在这个香港中文大学成立 在经过这几年的发展之后 已经就是迅速成为了这个全球人工智能的这个头部的企业 并且也成功在香港上市 是我们香港科学院培育的这个第一家的这个独角兽的企业 香港的成功您觉得跟比如说特区政府在这个期间也在大力的推动这个科创发展 这样的一个大背景有什么样的内在的联系呢 商汤正如您所言呢 商汤科技2014年底在香港科技园成立 它是由香港中文大学汤晓鸥教授的这个实验室 孵化出来的一家以人工智能智能视觉技术为主要研究方向的一家这个科技企业 那我们的诞生以及发展呢 应该讲正好是和香港大力推进创科产业发展 创科生态繁荣啊是交相呼应的 我们看到呢整个香港回归祖国25年以来呢 应该香港的创科啊经历了前十年中间十年 最近五年啊三个阶段的变化 前面的这个十年时间呢 特别是我们说这个以董建华先生啊 最早他设立了科技园 也就是商汤现在啊这个单生地所在 他设立了科技园数码港 推动了香港的大学开始做深入的基础科研研究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香港的五所知名的大学 已经是逐步能够进入到啊全球 非常有竞争力的研究型大学的行业啊 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排名不断的上升 基础科研的成果不断的涌现啊 所以这也体现了呢 在最初香港是非常注重创科的啊 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这与当前呢这个我们说 香港的创科不是一下子繁荣 它是追根溯源呢 已经在二十多年前就埋下了啊 一些种子是非常有关联的 当然中期一段时间呢 可能我相信因为有一些政策的调整 因为呢就是大家对于互联网啊 中间出现了一些曲折的看法不同 所以呢香港在中期的时候 应该讲沉寂了一段时间 那么直到呢2015年底的时候 创科局成立啊 再次加速了香港创科生态的一个繁荣 自从创科局成立了以后 应该讲政府更加重视 创新科技对于经济的贡献 更加重视呢 由创新科技去引领啊 经济的转轨这样的一个重大的命题 那直到呢近五年来 这个政府投放在创科方面的资源啊 据政府的公告显示呢 是有超过了1500亿这样的一个巨资 无论是在基础设施建设 还是在扶持这个实验室的基础科研 再到资助大学 到人才的啊吸引 包括呢这个使用等等方面 都体现了呢 对创科行业的一个重视啊 我们呢恰好在商堂成立今年呢 是七年的时间 恰好就是在近几年 这个香港加速推进创科繁荣的背景下 商堂一路成长起来 现在已经发展到了 这个总体人员规模超过了全球 算下来超过了5000人啊 那其中呢七成都是我们的基础科研的人才 那再到呢我们也已经与这个包括香港高校在内的啊 十多家大学建立了联合实验室 同时呢这个与几十所大学呢 都形成了不同层面的合作啊 从这个方面来看呢 商堂也是赶上了好时机 当然呢商堂这个凭借着深厚的原创的这样的一个科研实力啊 我们也是在七年的时间里边从一家初创企业到了一家独角兽 再从一家独角兽呢到了一家上市公司啊 千亿以上市值的上市公司呢 那相应来说我相信既有这个国家还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政策的引领和支持 那也有呢这个香港本地创科氛围 创科生态不断繁荣的一个支持 就我们大家都知道科创的这个竞争的关键在于人才 然后我们看网上很多的这个调查来显示 就是商堂科技被认为是技术类最受欢迎 口碑top还有非凡雇主这样的多个的这个荣誉称号 所以我们商堂在人才的这个选用预留这个各个环节 都有自己什么样的法宝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想呢许多企业啊在对待人才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上面呢 经常会用选预用留这几个字来去体现如何来去做人才工作 那商堂呢可能将预是摆在第一位的 2014年底商堂在香港成立了以后呢 商堂首先成立了大学合作部 那这个大学合作部重点就是由商堂与各个重点的大学 或者说人工智能领域有突出成绩的大学呢 建立联合实验室 包括这个咱们先说香港的就是和港中文 后来和香港大学 再和内地的呢像清华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浙江大学等等 一系列的重点高校建立了联合实验室 这是我们预的体现 因为我们认为呢就是产业界的需求 其实呢已经是有一些超前于大学能够培养人才的能力了 那这个时候产业界就要负起责任 与大学共同培养未来产业需要的人才 所以呢我们透过开放商堂自己的基础研发平台 那基础的算力资源 以及呢我们当时已经有了几十位教授啊 一起参与创业 那么就是说我们的教授也到这个各大学去担任啊 一些兼职的导师 那透过这三管齐下呢 我们和大学一起啊 多快 但是非常呃高效 但是又是非常保质量的啊 去提这个推动了人才的一个培育 那么这是培 那么后来呢为了把这个培做得更加深入啊 伴随着国家也将人工智能呢 列入了国务院的这个发展规划纲要 同时呢这个其中提到要求呢 这个要将人工智能写入中小学的课标来进行 就是说从K12教育当中去选与人才 那商堂呢也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呢 在2018年的4月啊 推出来的世界上第一本啊 人工智能的教材来去为中小学去服务 提供人工智能教什么 怎么教怎么学的啊 一系列的服务 那再往后说呢 我们还要这个 呃透过什么呢 透过提供机会去学 我们呢开放了多个项目 比如我们开放了这个商堂的不同层面的啊 我们叫这个实习计划 那透过这个实习计划呢 人才可以提早来到商堂的平台 感受呢目前最前科技所要研究的一些问题方向啊 那让他有一个直接的感受 同时能够参与其中啊 透过他一些导师计划呢 能够在实习过程当中做出成绩 那商堂还透过呢 讲学经济化 哎吸引呢更多的这个青年去关注人工智能 使用好人工智能啊 我们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了 甚至在亚太啊都推动了这样的一些讲学经济化 使得呢许多学生关注使用AI 能够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一些便利啊 透过一些下令营或者说一些主题营的活动呢 让这些人才再聚在一起脑力激荡 那让大家呢能够互相了解啊 对方的一些思维多角度的去看待人工智能赋能百业的这样一个大课题 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些平台或者说机会我们去选啊 那再谈到说用和留 这是商堂呢 这个一路发展以来呢 人才发展比较快的啊 一些主要的做法啊 我们相信呢就是未来的科技企业更最主要 可以说没有第二啊 只有最重要的就是人才和智力资源 那我们如何能够这个推动人才智力资源的繁荣 也就是我们推动创客繁荣的关键所在 可以看出你们就是在整个人才的这个一系列的环节 已经是有非常就是长远的这个前瞻性的这样的一个部署啊 您过讲了 我们也是一步走一步去探索啊 逐步去了解和深入啊 因为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这一届的特区政府 它自己就是特首也说在推动科创上面的这个扶持的力度 可以说是空前的投放的资源也超过了1500亿港元 那你怎么来看比如说这对于香港的整个科创的这个未来 到底就是打了什么样的根基 然后您觉得未来香港的科创的前景如何 我们会来会不会有更多的这个像上汤这样的这个独角兽会涌现出来 我们相信呢第五届香港特区政府啊 这个在创科领域的投入的资源啊 精力啊是非常多的 那么为香港科创呢 应该讲是呈前起后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石性的作用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呢我们可以从一些这个直观的数据来看 就是现在呢 这个从以往我们大概在整个全港啊 有一千余家这个科创企业啊 当然规模都不是特别大啊 就是这个数字呢 应该是2016年的数字 到现在呢 我们大概有四千多家这个科创企业 那这个数字呢翻了四倍 同时呢 从业人员呢 应该讲也翻了数倍 现在到了三四万这样的一个规模啊 因为香港总体的就业人口也就是两百多万 那么就是说这个数量啊 已经占比逐渐在提升了 同时呢 我们看到这个涌现出来的独角兽的数量啊 这个大概已经有十几家了 这是在放到2016年以前 我相信是很难想象的啊 这正是体现了就是说 特区政府高度重视 创新科技局成立了以后的一个高效的工作 以及呢 特区政府呢 在资源以及环境啊 等方面的一些推动 所产生的一个成绩 为什么说它对未来呢 也会产生比较重要的一个价值呢 就像我刚才提到说 今天商汤 大家看商汤或者看香港科技园啊 香港一系列的政策都能够对明天啊 香港经济的转轨 或者是对香港呢 未来这个叫科技引领产业转型啊 能带来积极的 可 可视的一些影响 那你怎么来看一国两制啊 就是对于香港的这个科创业 有带来的什么 得天独厚的这个优势 的体现 我想呢 这个一国两制 是香港最独特的一个优势了啊 这也是一个前无古人啊 的一个创举 那么透过这个创举 不仅解决了 香港 就国家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这样一个历史性的难题 但同时呢 也是说 为香港未来的繁荣 和这个进一步的加快发展啊 这个给予了一个制度的保障 我们首先呢 要看在一国的体 语境下啊 香港应该讲呢 享有了许多的一些 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资源 比如说呢 当前的 这个我们遇到了一些 全球化的逆流 那么就是说 最大的市场在哪 当然是在祖国内地了啊 那祖国内地是全球单一的 最大市场 那香港把握好一国的语境啊 让香港所长融入国家所需 借助好中国的这个大的市场的优势 一定能够将科创的产业化 商业化 以及未来呢 这个不断的深化发展啊 做出自己的贡献 那这一部分呢 是一国体系 那还有两制 两制呢 很大程度上来说 它代表的是中西方的文化的交汇 代表的是中西方的思想的啊 一个碰撞 那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呢 我想思想极度活跃 对于创科来说 这又是非常宝贵的 因为创科就是多视角的去看待一个问题 让多种尝试去解决一个困难啊 只要我们足够多的去尝试 一定能找到一个更好的 或者说优于当前解的啊 一个提升效率降低成本的一个解法 那这就是创科发展的一个源源不绝的动力 那同时呢 香港是低税制的一个区域 那么透过这个低税制呢 可以吸引许多的啊 优秀的人才啊 在此聚集 只要说呢 创科环境啊 不断的繁荣 同时呢 创科企业的数量啊 种类不断的增多 就能够不断的吸引附着大量的人才啊 那人才多了 资金 有了 再加上呢 这本身又是天然的国际的金融中心 它对于呢 这个 我们说 大家想理解的融资上市等等啊 那就是香港应该是可以齐聚 我们所说 创科繁荣所需要的多种元素 资金 人才 和相应一些产业 那么特别是产业方面呢 要借助啊 内地 特别是湾区的一个大市场优势啊 那这样呢 香港善用两制之力啊 融入一国之本 一定能够推动创科 更加快速稳健的繁荣 就是您觉得回归以来 就是我们可以明显看到 与内地的这个联系 已经在香港的经济中 就是越来 这个体现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突出 所以未来您怎么看 就是包括您刚提到 香港要融入这个大湾区的发展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这个为香港 这个科创行业 这个带来什么样的 重大的新的机遇呢 我想呢 科创行业啊 说到底 它是实业 就实业最重要的来说 我们要看到 就是你要有产品 你同时也要有市场 那香港呢 如果说经济转轨的方向 是创科 第六届行政长官 李家超先生 所讲的叫 无创科 无未来 这样的一个高度 和格局来看呢 那我们必须要去思考 那我们创新的产品 如何去制造出来 那我们的未来呢 这个市场在哪里 那你相应来说 这个产业链 创新链啊 如何能达到闭环 那香港呢 一定要和国家融为一体 同时来说 要将香港所长呢 积极融入国家所需 那这个过程呢 我相信就是 在过去的 接近25年的 回归的历程当中 当香港所长 融入国家所需的时候 我们看到香港 就是积极繁荣的一片景象 所以呢 当前如果要发展创科 我们以自己的 真心的 这个一个案例来看的话 就必须和国家融为一体 那现在呢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香港的 有一些国家重点实验室 香港有一些这个 科创的一些平台 都对国家的发展 起到了非常助力的一个作用 无论是各个大学 还是这个各个科研机构 所以我们说 要趁着这样的一个势头 积极 积极的发展 同时呢 能够就是要积极将自己所长 融入国家所需 好 谢谢您 盛总 谢谢 朱老师 俯东 Rosen 飞 李总 李总 李俊 이� 李 儿